在被一次又一次偶遇之后,郭晶晶云南旅行的事几乎是人尽皆知了。 8月20日,郭晶晶旅行照再次曝光,她与老公霍启刚及三个孩子一起爬山游玩,画面分外美好。 郭晶晶私底下很少刻意打扮自己,很多时候都是顶着素颜穿着普通衣服就出门了,这次旅行也不例外。 结束巴黎奥运会工作的郭晶晶,终于可以好好放松一下了。 初秋时节,与家人一起爬山的郭晶晶,心情无比美丽,并且还采了不少野花。 郭晶晶的性质并没有因为他们是野花野草而减少,瞧她那专注的眼神,真的好认真啊。 此时的晶晶心思全都放在了花上,根本没时间去管挂在身上的衣服,即便是被脚踩脏了也无所谓。 而从郭晶晶整理的小花束造型来看,郭晶晶也是有一定插花水平的,煮花明确,配花错落有致。 透过这一细节,或许可以再确定一件事,那就是嫁进豪门后的郭晶晶应该一直都有在提升自我。 郭晶晶扎花扎的认真,一旁的女儿也是看入了迷,全程守在妈妈身边。 这边郭晶晶在精心地试弄花草,那边霍启刚则带着儿子采摘一些东西。 只见十一岁的霍中西不仅手里提着篮子,身后还背着背篓,简直就是家里的力量小担当。 郭晶晶素颜谈不上多经验,但她的气质却永远令人着迷。 即便只是这样简简单单地蹲在地上摆弄花草,依旧一种岁月静好的感觉。 郭晶晶此次旅行可谓是全家出动,在网友之前晒出的大草瓶偶遇照中,郭晶晶的妈妈和婆婆均有出镜。 霍启刚是家里的摄影师,走到哪拍到哪,当年她和郭晶晶恋爱时也是这样背着摄影机随郭晶四处征战。 以前只拍郭晶晶,但现在要拍儿子、女儿、妈妈、郭晶晶,任务是越来越重,但人应该是越来越幸福吧。 此外,还有很多网友热议起了郭晶晶的身材,称郭晶晶胖得像怀孕一样,但其实她只是角度问题。 事后,郭晶晶所住酒店也被网友曝光,据悉,该酒店最低也要4681万。 或许对于普通人来说,这个价格确实很高,但对于郭晶晶或启刚夫妇来说,这完全不算什么,毕竟夫妻俩的身价摆在那。 前往云南旅行的郭晶晶的一家,不论走到哪都会被网友遇到,更准确点来说,是因为郭晶晶太具辨识度,走到哪都会被认出。 郭晶晶边旅行边带娃,小女儿紧紧搂着妈妈脖子,真的是好黏妈妈呀。 这不禁叫人想起郭晶晶出到云南骑行时的画面,当时郭晶晶和老公霍启刚都在骑车,考虑到女儿太小,郭晶晶便让外婆带着女儿走路。 却不曾想,郭晶晶却黏着妈妈想要坐后面。 郭晶晶的家庭生活确实很吸引人,但比起家庭这些琐碎,郭晶晶的格局才是真的圈粉。 众所周知,在刚刚结束的巴黎奥运会上郭晶晶以裁判长的身份亮相,但谈及考国际勇联裁判,郭晶晶的发言简直直击灵魂。 郭晶晶表示,如果看到比赛裁判长是你熟悉的,你会觉得对自己更有信心,我们更需要更多的人在国际组织上担任一些职务。 虽然郭晶晶已经退役,但她为国争光的步伐却没有停歇。 人们都说喜欢郭晶晶,但喜欢的原因并非完全因为她的样貌和气质,更多的是因为郭晶晶的人格和精神。 郭晶晶值得被霍启钢疼爱,也值得被每一位网友喜欢。 在繁华的世界中,有那么一个人,她如同一颗璀璨的明星,既闪耀着豪门的光芒,又散发着质朴的魅力。 她,就是郭晶晶,这位曾经的跳水皇后,如今的国际勇联裁判长,以她独特的人生轨迹,书写着一段又一段令人赞叹的传奇故事。 想象一下,在云南那片如湿如画的土地上,蓝天白云相应城去,青山绿水宛如画卷。 微风轻浮,树叶沙沙作响,仿佛在诉说着大自然的秘密。 就在这片美丽的天地之间,出现了一家人的身影。 他们不是别人,正是郭晶晶一家。 郭晶晶,这位传奇人物,此刻退去了赛场上的萨爽英姿,化身成了一位温柔的母亲。 她素颜朝天,没有丝毫的角柔造作,身着简约的服饰,仿佛与这片大自然融为一体。 她的美丽,不再是赛场上的光芒万丈,而是一种由内而外散发出来的宁静与温柔。 她就像一朵盛开在山间的野花,朴实无华,却又令人陶醉。 而她的豪门丈夫郭启刚,也不再是那个在商场上叱咤风云的人物。 此刻的她,只是一个疼爱妻子,呵护孩子的丈夫和父亲。 她带着儿子郭忠熙,走在山间的小路上。 郭忠熙,那个已经成长为小小男子汉的。 十一岁少年,手提篮子,背负背搂,一脸的认真。 她那模样,仿佛是在执行一项重要的任务,让人忍俊不禁。 这父子俩的组合,就像是电影中的画面,充满了温馨与感动。 郭晶晶的小女儿,则像的小尾巴一样,紧紧依偎在妈妈身旁。 她看着妈妈细心的挑选野花,眼中闪烁着对妈妈无限崇拜的光芒。 那眼神,仿佛在说。 妈妈,你是世界上最厉害的人。 小女儿的可爱模样,让人的心都融化了。 这一家人在山林间嬉戏,那份纯真与快乐,让人不禁感叹,原来,幸福可以如此简单。 说起郭晶晶,她的人生可谓是一部精彩的传奇。 曾经,她是跳水台上的女王,一次次地完美跳水,让全世界为之惊叹。 她的每一个动作,都如同在空中绽放的烟花,绚丽而夺目。 她用自己的汗水和努力,为国家赢得了无数的荣誉。 而如今,她虽然已经离开了跳水台,但她并没有停下自己的脚步。 她成为了国际勇联裁判长,继续为体育事业贡献着自己的力量。 郭晶晶的魅力,不仅仅在于她的成就,更在于她的品质。 她虽然嫁入了豪门,但却从未忘记自己的根。 她依然保持着那份质朴与善良,从不炫耀自己的财富。 她用自己的行动,诠释了什么叫做真正的豪门风范。 在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,她就像一股清流,让人眼前一亮。 郭晶晶的成长之路,定飞一帆风顺。 她从小就对跳水有着浓厚的兴趣,凭借着自己的天赋和努力,一步步走向了世界的舞台。 在训练中,她不怕吃苦,不怕困难,一次次地挑战自己的极限。 为了完成一个高难度的动作,她常常要反复练习数百次,甚至上千次。 她的身上,总是轻易筷子一筷,但她从不抱怨,从不放弃。 她的坚持和毅力,让人敬佩不已。 在比赛中,郭晶晶也经历了无数的挫折和困难。 她曾经因为伤病而不得不暂停训练,也曾因为比赛失利而感到沮丧和失落。 但是,她总是能够迅速调整自己的状态,重新投入到训练和比赛中。 她的心理素质非常强大,无论面对多大的压力,她都能够保持冷静,发挥出自己的最佳水平。 郭晶晶的成功,不仅仅是个人的荣耀,更是国家的骄傲。 她用自己的行动,向世界展示了中国运动员的风采和实力。 她的每一次夺冠,都让五星红旗在国际赛场上高高飘扬,让全世界都为中国体育的强大而赞叹。 这次云南之旅,对于郭晶晶一家来说,不仅仅是一次简单的家庭出游,更是一次心灵的洗礼。 在这片被自然宠爱的土地上,他们远离了城市的喧嚣,找到了内心的宁静。 他们采摘着大自然的馈赠,感受着大自然的魅力。 这一幕幕温馨的画面,让人深刻感受到,无论外界如何喧嚣,郭晶晶一家总能在这片小天地里找到属于他们的宁静与幸福。 说到住宿,那也是网友们津津乐道的话题之一。 据知情人士透露,郭晶晶一家所下榻的酒店,是当地数一数二的豪华住所,每晚最低消费高达数千元。 对于普通人而言,这样的价格或许令人责舌。 但对于郭晶晶与霍启刚这对豪门夫妇来说,却不过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。 他们选择这里,或许更多的是看重其私密性与舒适度,而非单纯的炫耀与奢侈。 郭晶晶的魅力远不止于此。 在享受家庭欢乐,他并未忘记自己作为国际勇联裁判长的身份与责任。 他始终致力于推动更多中国人进入国际体育组织任职。 他的这一愿景,不仅展现了他对体育事业的深厚情感,更体现了他作为国家议员的爱国情怀与责任感。 在郭晶晶看来,体育无国界,但运动员背后的精神与力量,却深深烙印着国家的印记。 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,让更多中国面孔出现在国际舞台,为中国体育事业贡献一份力量。 郭晶晶在生活中也是一个非常有原则的人。 他不会因为自己的身份而骄傲自满,也不会因为外界的诱惑而迷失自己。 他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,知道自己想要什么,该做什么。 他用自己的行动,为我们树立了一个榜样。 郭晶晶的影响力不仅仅局限于体育界和家庭生活中。 他还积极参与各种公益活动,为社会做出了贡献。 他关注贫困地区的儿童教育,为他们捐赠物资,提供帮助。 他也关注环境保护,呼吁大家一起行动起来,保护我们的地球家园。 他的善举,赢得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赞誉。 好了,以上是本期的内容。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,欢迎订阅点赞转发,感谢大家的支持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